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级女孩 每天分享着我和妈妈的励志生活 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遇到这遇到那的坎坎坷坷 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 对于正常的你们来说 你们比我们幸运太多了 说起我们的命运也不是为了向大家卖产 我从小就生活在贵州农村 出生于一个长级家庭 父母双方都是长级人 父亲呢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和妈妈的双手双脚了都是瘫痪无力的 双脚弯曲变形 靠处则拐杖行走 双手呢也是弯曲 没有力 幸运的是我们在生活中自己能照顾自己 还做一些常人呢想象不到的事 每一年的这段时间呢 妈妈都会像今天这样 在我们贵州农村就是种下去的豆豆 妈妈呢喜欢种那种就是爬腾的那种豆 他说比较好吃 唯一麻烦的就是每一年呢都要去找这些树枝来给豆豆搭架子 这些地方呢正常人走了都要很小心了 而我的妈妈呢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 就靠着双手爬行着 屁股移动着 一步一步艰难的 把这些树枝一点一点的移 在别人的眼中我们是可怜的 但是别人的可怜却不能当饭吃 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的这样艰难的度够 为了生活自己只能够坚强努力 爸妈的勤劳了也不是一天两天呢 他的一辈子了就是这样 用他残缺的身体努力地干着别人想象不到的事 因为在农村那个年代的观念 不干活就没有饭吃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 虽然我们做得很慢 但是我们总会把它做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